前面差不多啦,一樣是介面設置 就是把Greview改一下 改成那個Carry 裡面的話基本上 可能會有比較不一樣的應該是在 就是改為那個無窮倫波的版本 這個地方上面 其實只要改 1,2,3,三個地方就可以了 主要就是說 這邊有一個 比較特殊的部分就是 因為你要能夠 讓他的位置 能夠一直往 往左撥的時候 他的數字一定是 怎麼樣 這個是球魚數 他的位置,比如說他現在的位置 假如說是 除以 總長度6張好了 比如他1,2,3,4,5,6 然後第6的話就整除了 整除之後的話 再來 比如說第7 第7魚數 這個百分比這個是球魚數 比如說7好了 7的話 除以6 余多少 余1嘛 所以又會從那個第1章開始 主要是從這個 這有三個地方需要做變動 那 這個等一下再來看 主要會有 三個部分 會需要 變動的 其他的話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效果 剛剛有秀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一直往這邊撥 不過剛剛有同學說撥一撥會當掉 看起來好像是還蠻穩的 會當掉有時候 就是 之前還遇過 可能裡面有 一些參數是沒寫好 然後 這個其實 我覺得還蠻順的 OK 那裡面的話大概會有哪些地方 需要了解 第一個 首先上面部分 一樣會放一個 就是所謂的 Garry 你可以在那個工具裡面 往下找應該會看到一個叫Garry的 一個 一個元件 Garry 在這裡 這個 OK 不過他有被 一槓 表示說什麼 他說將來可能不支援 也許以後呢 不support 不知道他可能不喜歡這個 那也許是不是有其他的 替代的那種新的 Garry 這個我們就 這什麼 Show Item Incent 但是 這個 OK 那 不過現在在這個版本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第一個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我們的 放在這邊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需要做哪些設定 我們大概看一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呢 我的高度色違 有沒有 它的high 高度色違100 100個DPI 寬度的話呢 就match parent 所以這個地方寬度 就跟我的那個 Linear layout 一樣寬就可以了 高度大概設為100 因為設為100 所以將來你的裡面的圖 就不能超 就是它的那個高度呢 就不能超過100 否則你超過100 那就會 比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高度還高 那就會產生錯誤 另外的話呢 還有space 我這邊space 設為0 但你這個space 你可以多加一點 讓它的間距 設為大一點 OK 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那個 image view 跟前面一樣 Source SRC 就是先預設是第1張 也就底下這個 image view 其他都差不多啦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OK大概是這樣 第2個的話 直接來看一下程式 程式部分呢 跟剛剛的部分也蠻類似的 有哪一些不外乎的嗎 宣告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是 有 裡面有宣告連結事件 OK那裡面的話 因為我開頭 我有做一個menu 這個先略過 宣告的話就是 一個carry 一個image 然後還有6張圖 這個跟剛剛一模一樣 差別是這個換掉而已 第2個的話呢 連結 這剛剛一樣 第3個是什麼 也是一樣 MyAdapter 所以這個部分我就 嗯 就一樣 所以我這邊就直接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10座的這個內部的 類別 那一樣是 Essence Base Adapter 我講過了 如果它這個Base Adapter 它是一個抽象類別 那因為我繼承了 它 所以呢 它這個抽象類別裡面 有四個方法 我一定要去實作 因為我繼承它 沒辦法 那抽象類別 如果你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找一下Java 裡面的 叫 抽象 類別 OK 那抽象類別 你可以找一下 實際上簡單講起來 就是它會有方法 但是它不會去實作 誰實作 繼承的人去實作 OK 那你會想說 幹嘛做 那個 就是 這個這個抽象類別 實際上 也就是說呢 如果是一個Leader 我只要 設計的方 大方向 我告訴你就好 至於細節 那就是你底下的人 就是 我不需要說 就像 在大學好了 大學 上課 那我給學生的題目 我不用跟你講 我只要給你一個題目 至於細節 你自己要去想 你不要說什麼事都老師幫你做 那 所以 有點像是類似這樣 我每個工程師可以自己去發揮 那這邊有四個東西 跟剛剛一樣 另外要必須傳給它一個建構值 傳過來一個Activity 跟剛剛一模一樣 那裡面的話呢 就是Gate.com 總共幾個 特別注意 我們之前本來是 只有六張 你可以用那個什麼 image.id.s.lex.6 但是如果說你要無窮輪播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用 integer 這個integer 指的是 那個整數的這個類別 那因為它隱含了 所以隱含就是說 預設就已經 抓進來了 就不用再宣告 不用再import了 那它裡面有一個 叫做max 它什麼 maxValue 它裡面呢 有一個屬性 叫maxValue 所謂的maxValue 這個integer裡面的最大值 那因為它是32位元的 所以是2的32次方 就是它的maxValue 那我用它來做什麼 來取得一個 很大很大的值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自己打 你可以打 1000萬 也可以啊 沒有 隨便說不行啦 你可以打小一點沒關係 只要不要讓使用者超過那個數字 的數字都可以 那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integer .maxValue 這樣就OK 它會取得一個整數 integer是整數 OK 那我們用這個方法 好 然後加 OK 第一個 就是count getcount 我就知道幾個 那item不用啦 這個item id也不用 return0 NO跟0 最重要是這個 這個我想剛剛一樣 就是 幫我 畫出一個樣板 這個樣板的就是生產線 那個樣板大概多大多小 這個部分跟剛剛greview一模一樣 有沒有 你會發現 產生一個什麼呢 用image view 幫我產生一個IV的物件 然後呢 要告訴他說 這個 畫面控制器是誰 所以把那個a放進來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a啊 這個a是什麼 就是它傳進來的 告訴你說哪一個activity 就是main activity 然後呢 再來做什麼 resource 特別注意喔 這個 我們本來是放什麼 放poss 那poss是什麼 poss就是 它的編號一定從0開始 第一個是0 第二個是1 第三個是以此類推法 所以是012345 對 再來有沒有 沒有了 沒有6喔 因為有6張圖嘛 012345 對不對 那如果你有6 欸很抱歉 一波按下去 掛掉 因為找不到6這個 有沒有 所以 怎麼辦呢 後面有個什麼 求餘數 特別是有百分比 在 這個java裡面 其實我enjoy 所以很多同學說 老師那java就enjoy啊 enjoy就java 對沒錯啦 反正 有時候搞不清楚 到底是在寫java 還是寫enjoy 有時候上課上一上 欸對齁 我現在是在教enjoy 不是在教java 其實它都一樣的 那 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希望 012345 再來呢 還是012345 再來還是012345 那我該怎麼做呢 如果現在丟一個 6進來 對不對 6除以6 等於多少 還是0 6除以6 余多少 6除以6 給多少 等於1嘛 余多少 余 0 所以 那7呢 7除以6 余多少 1 對不對 8除以6 余多少 余2 所以你會發現 又是012345 對不對 然後再來6 再來12嘛 對不對 反正就一直被推了 所以呢 如果你用 求余數 來抓 他一定說是 0123456 所以呢 以後呢 他每一個都是只有 6張圖 OK 這應該可以理解 所以求余數這個關鍵 然後fist center 大小這樣子 就是高大概 我給他 因為我那個外框高是100 但是我這邊高是60 就是80 OK 那這個地方 改 這邊 改 OK 另外的話呢 當我點擊他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set on item slade Item 是slade OK 那剛剛是什麼 也好像是 Item Click 對不對 各位有沒有注意 那個 剛剛我好像漏掉 最後那個 程式碼部分 有沒有注意到 這gallery 對不對 那如果你今天不是gallery 不過有時候不用死被 有時候其實看一下就知道 那其實這個greview greview裡面的話呢 這個宣告 事件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這個叫什麼 On item什麼 Click 這邊是什麼 On item slade OK 一個小地方就不一樣 OK 那為什麼會有這差別 其實說真的很難記 對不對 你乾脆就統一一下吧 不過你這裡如果用Click會怎麼樣 也可以嗎 OK 你要點了 那才會秀出來 slade是你選 他就會選 可是問題你手不是選 對你選過來之後 他就會 所以動作會不太一樣 Click跟slade 所以這兩個事件 還是稍有差異 那你應該寫在哪裡比較順 可能還是要test一下 因為那個手感 每個人不太一樣 有的人可能習慣放久一點 有的人習慣點一下就好了 所以你如果Click的話是點一下 他就會 下面有圖 但是slade你可能要 這樣子選一下 手感 不太一樣 這個感覺 沒什麼差 不過實際上 你可以 兩個 也許兩個都可以實作 然後呢 會傳一個item 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一樣是 slade 這裡 然後呢 我們可以藉由什麼 他會傳一個參數 INT這個參數 這個INT呢 原來裡面是R2 不過我把它改成position 那這個position 一樣 我可以跟 就是除以6 餘多少的那個數字 一樣 我可以抓到哪一張圖 有的時候同學忘了改這裡 就會產生錯誤 為什麼 因為往下撥 點一下 我掛掉 因為後面那個數字會一直增加 你沒有求餘數的話 那就不行 做完之後 就有這種效果 他往這邊撥有沒有 後面會一直增加 會增加 那因為我是slade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然後click看看可不可以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這是gallery gallery OK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OK 那至於哪一種方式 比較 OK 其實有時候 這種東西就是 見仁見智 那到底什麼時候該用carry 什麼時候用greview 這個我想就是 至少你知道 原件有這些 將來你也比較 懂得利用這些原件 去呈現你要呈現的view 你的界面該怎麼樣 這樣跑會比較符合實際上 你可能要顯示的 不過這個部分的話 就要花一點心思 去把它實作出來 所以 那當然一樣 這個地方 最擴展的還是 Base Adapter 然後面的話呢 我們還會用到 List View 這個List View呢 它除了可以顯示文字 跟Spinner很像之外 它也可以放圖上去 圖放上去 變成有圖 有文 那這個難度就非常高了 因為你需要一個 就是 Array Adapter 放文字 一個Base Adapter 放圖 然後再把它串在一起 放在List View的 一個 然後呢如果你要排版 比如說 左邊放圖 右邊放文字 那你需要一個版型 這個時候你要必須 排一個版給它 那你這個時候呢 就像前面 我們Spinner裡面 會需要建一個view 那個view裡面呢 就是有一個放Image View 然後兩個放Test View 大字跟小字 這個好像上禮拜有提到 List View 那個難度 基本上 已經趨近於破表了 因為 要把前面的東西 通通都串在一起 這個難度蠻高的 所以 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先了解 那個 有關List View 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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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